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他们说 是你杀了宣真 还抢走了他的女儿 这是真的吗 不 爹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你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莲莎师妹 要是放在平常 别人这么说他爹 他肯定大发雷霆了 可这次天河的情绪 不同以往 我很担心 所以叫你来看看 肯定是学长师说故意给他上这么一堂课的 天河 天河 你把门打开 医生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把门打开些 你别让我担心啊 我们现在 才是真的了解你爹与天青了 恶人一个 原来他还干出了杀凶 抢孩子就这不知够了 爹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别人相信我 野人 我没有恋你 立马开门 天河 你把门打开啊 莫莉已经让我很担心了 你别再让我担心你了 天河 莫莉 当年云天青叛逃之时 冲入玄镇家中 将刚刚出生的女婴掠走 而我的师妹镜子为了保护女婴 被云天青被杀了 女婴也因此失了魂 她把帝女翡翠 就带在了这个婴儿的身上 可是 他们为什么不让她摘下来 可能当时婴儿是斜碎缠身 一口故欢 婴儿心里想嫁的难辞 要像袁叔那样 霞意柔肠 满腹失滑 我心中唯一的支撑 就是有朝一日可以见到袁叔 可这十几年 却让我的恩人变成了仇人 你今天身上 怎么离香草儿这么重啊 你是不是想家了 心情不好 我没有 天河 天河你把门 欢心师兄 要不你先回去堂课办 免得被责罚 我自己看着她 好 云天河 再不开门 我就要